好,我们针对第一题叫乳 这个乳我们来看一下正觉 正觉就是乳 正觉就是来 静止睡觉到乳 而静体仍然不改变 我们看静止 我们今天常用静止来形容这个乳的境界 所以任何一个所有的 我们人类在静止上面前去照 静止里面没有所谓的好坏对菜 没仇 所以那是它的本分 所以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个本分叫静向神经元 也就是六根遇到六成 遇到马上一直就可以训练的真乳 所以我们了解到 因为静向神经元就是在大爱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静止的定力就不就很高了吗 静止的定力它本身的体 它本身的体就是定力很高 所以它无所谓的 它不在任何境界的改变 不在任何境界的改变 在它的向前它跟你分别 说您是好人或是坏人 有时候好人要照得越多越庄严吗 那坏人就越少越不庄严吗 静止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今天用功的回到我们 不管您用的任何八万世间法门 我们所施舍的都是要回到这个乳 对不对 八万世间都是乳 所以你才不会回到我们所谓的六道轮回了 那来是有个向 来来去去的生命 而不迷惑的了 就说我们静止里面的静体所造的万物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 不能说静止静体不计较 但是不计较 不代表您对这些的事情就可以随随便便了 那这样子就不能够叫正觉了 叫知觉 所以正觉就是你对当下所发生你的绝招 但是我们已经告诉诸位了 我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我本身不会对这个东西起什么 这些的大小 以及我们所有的身口意心态的三肚贪嗔痴 所以你可以从静体里面就造出来 东西有长短高低大小 但是我不会在长短高低的三肚贪嗔痴 去产生这些无名的烦恼 所以这才叫正觉 所以如来是用来的当下去物 第一地的如 所以我们更清楚的从人体到藏经 如来就是用那个来 来就是状态嘛 对不对 来就是生命 真结 一意 这个都是来 所以相同不相同都是来嘛 所以任何的在你的内心里面的 都不会影响你的那个乳 那个如乳不动的真乳一真 这就是以暴生这样来说 再来以硬化生言 我们了解到 正如来时到正觉 所以愿如来 就是说你已经了解到这个乳了 那我们从这个行住 这个乳为出发点了 所以白锦佳人 硬化生这样的解释 破除我们的疑惑的心 疑惑的心 这就是一种理见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自然会忽视乱想 可是你透过自身的一句 如来称如死到来 正觉也如来 就是透过一句南魔嘛 就是回到 回到就是硬化生就是要收起来 称运在如来 就是本体之性嘛 所以就是 无边无际的本性 就是本地风光嘛 对不对 所以南魔阿 就是阿 也就是我们 从十二道光 就是说 他本来这个就是本地风光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 再来头就是一定要回到自身嘛 一定要有肉体嘛 对不对 那佛就是觉知觉醒了 所以我们怎么会因为 透过南魔阿弥陀佛 禁止 它就是一个本体 那你透过这个境界 有没有 那个境界呢 我们每一个人文字所看到的 角度就不同 所以我们 不管是真如菩提 般若 涅槃 佛所 佛给我们说 那是假明师舍 假明 就是一个明相的师舍 所以我们了解到明相的师舍 就是假舍而已 所以你不管是用哪一个 去形容那个境界呢 有多美 有多坏 都是一个假明 就是明相的师舍 所以我们也 从 乘载着本体 知性 运用一切佛法 而踏上正觉之路了 硬化身 是有生灭的 有来去的 而这个肉体 就是我们选择 实现 人生的硬化果报身了 所以我们这个 人体大章经就是 我们来到这个 说婆世界 地球的人道 我们不要用太过 以富相的悲观 不要什么都是 可怕的业力 跟罪过 我们了解到这些事 要让我们去 理解 我们圆满本具足 圆满本具足了 只是不圆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圆满具足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从南山律的这个乳 来运作中体篇 吃饭篇 忏悔篇 别行篇 所以我们了解到 你不积极 你往背观 所以时间跟空间的运作 它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烦恼呢 恐惧五分 所以时间 空间 有没有跟着你烦恼五分呢 恐惧五分呢 没有嘛 所以它的 例子跟破坏 因为你 会去遭感 这个微中止嘛 那无量光无量寿 没有 所以从今日开始 我们用法义的 意理清楚了 去推敲 去动心 用对比的呼应以后呢 我们想到的 本地风光 都是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的 妄念执着 就会改善了 就会不断的 一直提升 对我们原来的想法 思想的直取 会慢慢的去掉 所以明了论 独头意识 梦中意识 狂乱意识 我们来人类 人的身体投胎 是我们经验跟体验 去实验你自己 我们是用业力 还是愿力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 来投胎了 都是要慢慢的去理解 去深入 去理解 对这个业力跟愿力 我们要存在 都了解 但是不要迷信 那你学习佛法之后 跟外道 印度六道的 真正的哲学家 的意义不小 不一样的 所以佛为什么是如此的 一切讲究 诸法因缘身 诸法因缘灭 叫缘起 所以我们假设 从一岁 再到五十岁 你都认为业力 这些思想苦 你会觉得 当然就太苦了 可是我们假设用愿力 改变我们一到五十岁 我们从下开始 我来圆满 我来圆满 我来满足 本剧组的 我们怎么去圆满 本剧组的呢 是不是我们越深入 理解的时候 对这个清净 圆明 净体 我们是灵觉 灵妙 灵妙的 这个决性 对不对 灵缘 静妙 虽圆满的 清净之体 我们从此刻 我们用愿力 来改变到 我们的 不着两边的业力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直有 这些 富相业力的着边 都会移到 这个着边的概念 所以你看这个 大佛顶如来 命因修正 了一诸菩萨 万恨 手嫩眼睛 对不对 你假设能够真正的 进入到 大佛顶如来 我们清楚 对这个佛法 就是觉知觉醒的方法 它原来的理路 我们清楚 明白之后 慢慢的 我们就会从 日常生活的身口 直接入手了 所以我们为了要 我们本圆满剧组 圆满的是 无上正等正觉 那我们没有办法圆满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 从这个 真正的这个 面头起心动念呢 从自身 绝照来理解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学习 顺进来 也不用说 特别特别的喜悦 或者是我们 你进来 你也不需要 特别特别的忧苦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透过大佛顶如来 命音修正 来明白了 破除我们的固执 这些境界 静体当中 所理解的 让我们真正的 看破方向 才有办法 回到我们的定力了 所以我们学习 为什么要学到 出禅呢 得到五知哦 五知的功德 寻世喜乐一心 寻世喜乐一心 那为什么要用这些呢 因为我们了解到 透过寻世喜乐一心 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的内心 有没有在 无量光无量 说 那么阿弥陀佛 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自己真正的 烦恼恐惧 所以这个寻 就是对峙我们的 睡眠概 就是要降伏 第五条根的睡眠嘛 所以我们假设呢 每次在上课 你就昏神 睡眠 哇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什么 可怕咯 因为我们没有 如理作义的去学 了解到第五条根 睡眼快速冻眠起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所以我们过去从这个 昏神从观 观 我们要想法意嘛 怎么观呢 就是从眼速快 快速冻眠起 跟非快速冻眠起 了解到呢 睡眠 其实佛陀说 初夜用功 后夜用功 中夜放松 我们都不了解的话 你连这个睡眠 就进入到一个 可怕的什么 梦中一世的 可怕轮回哦 密码也是因为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中国古大的 要学习波州三昧 不导单 所以我们要了解 如理作义的善法呢 对这个睡眠 是这么可怕 你看这样这个 成团一睡 睡三千年嘛 对不对 那像这些蛇呢 还有这些动物呢 睡这么久 所以我们要将佛法的法义呢 我们要深入了解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到底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假设我们平常呢 您就是一个妄念 很深很重的 像很多那些 做出重工作的 他们这么脾健 这么劳累了 你叫他们的思维 法义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呢 睡觉 一睡觉之后 其实每天都是为了这些苦难 在轮回 要生活 所以我们的五字当中的 寻 寻事 事就是我们从人的 这个 寻事就很细腻哦 寻事的事 就是更为细的 如理作业了 对 那我们怎么如理如法呢 从我们的细胞里面的 出张内脂网 高耳机尸体绿胞 所投射出来的 我们要去对治 这个事就是对治 我们的怀疑一概 你才有办法 产生我们的胰岛素 没有这些温命病了 所以我们的调举 调举就是 透过胡思乱想当中 我们透过喜 胡思乱想 那就是吃灰了 我们常常 把喜吃满的时候 我们就会 理解的 就不会随便乱发脾气 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个称恨 肝 还有肾 就一定不平衡 那一心的定呢 就是对治我们的贪欲了 对治我们的贪欲了 所以我们心如果 专一 对世界的意见呢 就不会产生好奇了 就不会产生好奇了 所以产生好奇 我们贪就会出来了 贪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也从这个 简单的这个 寻 因为你对这个 定力够的话 我们才能够明白的 所以从这个 五知功德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 寻 适 喜 乐 一心 来了解 这也就是我们 透过今日 从内在 因为我们身体 有身口一马 对不对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为了要我们了解到 我本健康 我本喜乐 我本圆满 我具足了 我回到我自身 所以为什么六指说 何起自信 本不动摇 本无生灭 本能生问法 本圆满 本具足了 所以你看静止的本体 你造过去的人事物 怎么会特别喜欢 特别的苦 特别的 顺就喜欢 腻就苦难了 所以我们刚刚 有提起的 就是从这个境界 从这个细胞的 出张内脂网 告及视体 绿泡 去投射出来的 就是要回到我们之身 学会看破方向了 所以我们 更深入出场 我们在练习一下 寻视喜乐一心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寻 这个寻了解到 这个都是我们的第一五条根 看到这个负面 所以我们的细胞里面的 微中止 寻就是寻找 我们自动会去寻找 像我们的睡眠的对峙 就是要从这个寻 要从这个 是不是我们的睡眠当中 有所谓的这个 快速冻起 所以现在我们有进入到 真正的了解的 您如何破除梦中梦 因为你要 法医要很清楚 所以法医不清楚 如何生生海底行 高高三点命 所以我们出家人 就是针对 针对更深入 助理贪嗔痴吃 所以我们睡眠 就是要透过这个寻 这个寻 这个寻 来退 来就是对峙 我们的睡眠 睡眠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白金家人 我们这一生 能够相遇 是不是凡事 都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 无量光 无量是阿弥陀佛 从这个 是自在王如来 让他看到 211个国度 会显得 无量光 无量寿 也是透过 我们的世尊 包海分治 我们终于了解了 是因为有这层关系 虽然我们今生 才能够如此的 无问之说 学习 无量光 无量寿的 应有所助 生其心了 应有所助 无助在呢 任何的烦恼 恐惧 害怕 贪嗔痴 吃慢语的睡眠 尤其是睡眠 所以我们会透过什么 透过绝躁 灵敏觉知 我们的 每个当下的想法 所以才知道 睡眠是我们 以前 了解到的 这个出产当中的 无之功的寻 就是对峙 是就是呢 我们所谓的 更 更 微细的 更微细的去寻 寻 试完 就是比较微细的 更微细的去看到 我们的当老皮脂了 就是从我们的 一心三观的 止观 止观 空观 中观 这就是对峙了 对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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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喜悦心呢 就是我们 刚刚 是不是我们 从这个 对峙我们的 从这个 寻是的 是 更微细了 我们也看到了 看到了 寻是睡眠 是就是 对峙了 从我们的 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 是从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所以是 是比较微细的 更微细了 是微细的 就是 寻是出帐 是就比较微细了 比较微细了 对峙我们就怀疑 那一导树就改变 怀疑 很清楚哦 一导 再来就是 我们如何在 禅定中 有喜悦了 就开始 对峙我们的 吊举了 就不会 胡思乱想了 就不会 胡思乱想了 那你 喜乐之后 就会对峙 撑 撑 我们常常喜乐 你就不容易 发脾气 干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发喜充满了 绝对 不会有撑灰了嘛 再来 一心 就是我们的 真正进入到 另外的定 就是对峙我们的 贪欲了 所以 贪嗔 吃烂米 我们的新专医 对事件的 欲介 就不会产生好奇了 好 我们今日 感恩大火 顶如来 密音修至 疗异诸 菩萨万恨 跟大众来分享 也期盼 白经家人 能够更深入到 我们的 无音实没 此生 一定要好好的 静下来 这个就出场了 寻世 喜乐一心了 阿们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